天降赤木白虎出土 苍穹开窍重现天妖 倘若真让天妖将士人类命运岌岌可危 面对这次的灾难 人族修饰要如何应对呢 今天木卫就给大家讲一部国产玄幻电影 奇门遁甲 小刀是衙门里新来的捕快 因为太爱表现被领导排挤 这天小刀照常在外寻找领导虚构的罪犯 没想到还真被他碰到一个长得像的 小刀赶紧追了上去 却看到客栈里一饭被鱼妖吃掉的一幕 在小刀正要出手时 旁边一丑女跳出来与妖怪打斗 却不慎让妖怪钻控逃走 小刀在后面紧追不舍 到一家青楼时被一个道士模样的人缠住 小刀一把抓向道士的脸 却撕下一张面具 道士露出一张清秀的女生模样 这人就是前面假扮丑女的除魔人 蜻蜓 两人解除误会 上了二楼花魁房间 一番折腾后终于抓住了鱼妖 蜻蜓带着鱼妖回到宗门 宗门的首领却说这是个圈套 是有人故意设计鱼妖被抓 好感应他们宗门的位置 于是首领立马卖出球员 同时让蜻蜓召回门人守护宗门 不久 大地震动 满地蚯蚓肆虐虐 赤木妖王横空出世 蜻蜓等人发现 赤木飞往因地震露出的地底一记处 几人便一起跟了上去 找到一满地枯骨包围的封印之地 众人正打算勘察时 赤木妖王降临此处 欲解封印 蜻蜓几人上去阻拦 但不敌妖王深陷险境 路过的捕快小刀看见危机挺身上前解救 却被妖王废除一手一脚 蜻蜓几人见状 只能带着小刀先撤退 而赤木妖王则解开了封印 释放了白虎妖王 另一边 蜻蜓几人逃到一个废屋 一直在外寻找下任掌门的宗门大师兄带着一女子寻了过来 蜻蜓等人会合后 设法找到了外出球员的首领留下的消息 原来首领在洛阳等待与众人会合 蜻蜓树人立刻上路 在路上他们发现大师兄带回来的这个女子是妖族 他还让小刀为救蜻蜓的断肢重生了出来 不过 这个治愈的能力会让女子自己受重伤 人族和妖族关系速来相互递对 面对女妖众人不知如何接受 心情十分复杂 来到一家客栈 正在歇歇的众人突然遇到袭击 蜻蜓为保护大家上前与敌人对战 却不小心让手中了毒 危急之时小刀挺身 他一般发现重生断肢后的自己居然有了法力 小刀知道敌方是妖族的手下 他们知道这妖允的能力要来抢人 于是他让蜻蜓等人带走女妖自己留下对地 好在这时 首领骑马车赶了过来 带着蜻蜓和女妖等人离开 到了一片森林中 首领说要杀女妖 在蜻蜓的试探下 他们发现这个首领是假的 被识破的敌人就要亲自下手杀女妖 真正的首领及时出现制止的敌人 正当两人打得火热 远处埋伏的敌人发动了偷袭 蜻蜓等人又陷入了危险之中 最后还是女妖爆发 杀死了敌人 面对重伤的蜻蜓等人 女妖用尽最后力量将大家恢复 自己则因这力量的反噬身亡 埋葬了女妖 众人打算去解决一切的幕后黑手 两位妖王 蜻蜓几人找到妖王老巢 那是大打出手 毫不留情 然而妖王也不是吃素的 两妖合力寄出法宝 就要将蜻蜓一星击杀 此时女妖的坟墓中飞出一只巨鸟 原来这是只不死鸟 涅槃后变得更加强大 在关键时刻帮蜻蜓他们挡下凶险一击 最后在巨鸟的帮助下 两位妖王终于被消灭 巨鸟也化为女妖模样 再度来到众人面前 整部影片在剧情方面略显不足 不过能在吐槽中排挤心中的郁闷 也是不错的 木尾说电影 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尾 咱们下期再见